各位,西方媒体现在会报的有两场战争 当然有很多战争仍然发生着 但西方媒体不报或很少报 譬如在Soldine有内战 西方现在主要集中精神 报两个战争 一个是沃沪战争 另一个是以色列在加勒地带做的种族灭绝行为 所以在我收到的识识里面 大部分是关于这两个战争 这里有个贴文来自Kylee John Stone 已经一段时间没有报她的事情 她指出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 是找不到一个逻辑上是合理 和在道德上是可以支撑的论点 为何要支持以色列 西方的人是长大过程中被人洗脑了 完全盲目地认为 在中东地区有一个很小的国家 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全力支持 无论是什么代价 当然这个就是以色列 在这样洗脑之后 如果我们真的想一下 主要的支撑点有多确 第一个就是 犹太人只可以以色列才是安全 当然这个理由就是 以次世界大战时 纳粹德国屠杀了一批犹太人 所以现在犹太人唯有要自己建国 才是安全 但同时不要忘记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僑民 包括无论在美国 在俄罗斯 有些人在中国 或者其他任何地方 他们其实没有受到任何暴力对待 反而如果你想清楚 在以色列 犹太人更加不安全 因为以色列正在占领巴勒斯坦地区 所以巴勒斯坦人民是有权自卫的 一旦巴勒斯坦人有权自卫 换句话说 以色列国家会不停地有暴力 当然大部分时间的暴力 以色列用在巴勒斯坦人身上 但好像去年10月7日 巴勒斯坦亦都可以反抗 导致以色列的平民有数量伤亡 换句话说 如果纯粹说安全的话 其实犹太人在世界其他地方 除了以色列之外 是更加安全的 所以这个不成理由 第二个就是说 以色列人是值得有一个国家 凭什么呢 这个民族在过去的几千年都没有国家 为什么现在突然间需要国家呢 而这个以色列国基本上 就是靠他们的所谓圣经 当然了 以色列版本 那换句话说 以色列根本是一个宗教国家 在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有很多宗教的人数 远远比信奉犹太教的人多 凭什么犹太教可以立国 而呢 譬如 摩門不可以立国 或者佛教不可以立国 这不是理由 因为一个宗教而要立国 这不是理由 他们完全的基礎就是一本所谓的圣经 圣经是人写的 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这是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 不可以作真的 在这个情况下 根本他们这个所谓 值得有一个国家 这个是不成立 另外一个人说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是唯一的民主国家 民主的定义有很多种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绝对不赞成 用选举方法产生政府 这就叫做民主 民主 民主 包括在西方方面 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就是liberal 自由 另外democratic 就是说 可以大家集中在一起 大家通过投票 决定做事 做什么 现在这个以色列政府 在这个情况下 它是不是真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很明显 原居民 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绝对没有自由 那何来是一个democratic的国家 更加不用说有投票权 巴勒斯坦人没有投票权 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 不是不符合西方定义的民主国家 不要再说 鲁业定义的国家 他们更加达不到 有人说 我们支持以色列的存在 亦都反对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人的mistreatment 的不合理对待 但我们要记住 以色列立国以来 未曾停止过 在那儿驱逐 当地住了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巴勒斯坦人 在那儿赶进杀绝 在那儿做清零行动 凭什么一个这样的政权 你要支持 这个在道德上面 你拦不住脚 这个是一个 一个极权 一个极权主义 靠谋杀 靠暴力 而成立的政权 这个政权根本不值得支持 而支持 在道德上面 是没有办法站得稳脚的 如果以色列真的存在 他说 唯一的途径 要是放弃 被赶进杀绝 和巴勒斯坦人 一起同等 这样对待 大家有同等的 权利和义务 要么就是 Tuesday solution 有一个巴勒斯坦国 又一个以色列国 但是 由头到尾 以色列这个政权 从来都没有接受过 是两国方案的 没有 故此 它不值得存在 最另一个就是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 保护着我们的利益 Protecting our interests 老实说 当你将这个our 我们 扩大到 无论是 美国的市民 或者是欧洲人 又甚至扩大到全世界 以色列并没有保护着 我们的利益 西方政权 尤其是美国 需要一个 在中东里面 一个搞屎棍 防止中东地区的人民 团结起来 控制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石头 所以一直以来 西方国家 需要一个以色列 但这个需要 不是国家本身需要 而是国家里面的深层政府 国家里面的军工复合体 所以 需要 控制到 中东地区的资源 所以 不可以让他们团结在一起 需要将他们分裂 分而自资 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要等一个 搞屎棍 在中东地区 正好以色列 都会符合这个条件 如果没有以色列 拜登也说过 我们会做另一个出来 由头到尾 不是因为 美国要以色列 而是美国需要一些搞屎棍 在中东 什么都可以 不一定是以色列 而以色列并没有保护到 美国人民 甚至是欧洲人 的任何利益 他们只是一个好的工具 让军工复合体 可以继续赚钱 从这个角度来说 保护以色列 要它存在 不是利益问题 而只是一小撮 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问题 换句话说 以色列不应该存在 如果它要存在的话 正确的解决方案 就是要和当地的原居民 平等对待 但一旦平等对待 记住 最初的时候 以色列立国的时候 大部份的人 是巴勒斯坦人 以猶太人 只是接五个百分比 五个百分比 五个百分比 他们是不可以 给巴勒斯坦人 有同等的权利 所以搞出两个方案 将巴勒斯坦人 赶在一起 让他们自己立国 但这件事 以色列都不肯 他们唯一想做的是 要赶尽杀绝 这是绝对没有道意 没有任何立场 可以支撑的一个想法 所以凯琳·Johnstone 说得很清楚 其实美国需要继续製造战争 但一旦美国倒下 如果战争机器停止的话 以色列再没有任何价值 而事实上 今日以色列的价值 只是为军功复合体 并不是为全球和平 更加不是为人民 所以其中一场战争 以色列在加萨地带 这件事 其实不应该继续下去 以色列不应该继续存在 世界会和平很多 回到最后会和大家说一说 谋战争 好了 sang